大家好,今天看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了一个电视讲话 先说我们法兰西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在历史上遭遇了很多的灾难 但是我们坚毅勇敢果决等等巴拉巴拉的 说了一堆,这些场面话套话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 但是他也说了两点比较有意义的东西 第一,就是反思我们的民主 我们的民主制度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比如法国的疫情也是不容乐观的 马克龙在之前也宣布进入了战争状态 号召大家戴上口罩 很多人要在家隔离,尽量少出门 停止了一些娱乐活动 可是很多的法国人,尤其是巴黎的年轻人上街 说我们有不戴口罩的自由 也有说我们要娱乐的自由啊等等 那么这些自由显然和控制疫情是相悖的 对整个疫情的控制 甚至说对目前整个法国的未来起到了很大的负面的作用 这就需要让人们来反思 是不是民主和自由出了问题啊 可是在当下的话语权当中吧 民主自由成了一个政治正确啊 这个帽子很大 一旦给你扣上啊 对吧 就把人压得翻不过身来啊 我们看港台就能够看得出来 凡事先讲政治正确 先立场先行 只要拥有了民主自由这两面大旗 你就反驳不得呀 对吧 在这两面大旗之下呀 藏了很多的污垢 藏了很多不可告人的东西 但是因为这两面大旗的掩盖 很多的盈盈勾勾吧 对吧 都不能够放到面子上来进行处理也好 处罚也好 或者放到法律层面上都不行 甚至法律也被这两面大旗给绑架了啊 导致整个社会啊变得越来越扭曲 那么这次疫情啊 更是加重了这种扭曲 把这一切更加放大 给我们看 这也是马克龙说要反思民主制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他说呀 目前的法国啊 把食物保护治愈等等这些行业和领域 全部交给了私人资本私人企业 是一件非常疯狂的事情 所以他要将法国的医院进行国有化 可是他说医院国有化的时候啊 嗯这个前提的范围很大啊 包括食物保护等等 就是说他国有化的范围应该更大一些 只是在疫情的当下 先把医院国有化了再说 呃事实上啊 我们在新冠爆发之后 到今天国外的爆发 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啊 效率是比较慢的 反应速度也比较慢的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吧 就在这个医疗的私有化上 呃各个医院啊都是私人资本 大家各自为政 很难拿成一个统一的共识 七次 既然是私人资本的话 他要求追求利润的 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是他唯一的目标 这不能单纯说是私利医院的错误 而是 嗯私利的这种所有制形式 决定他必然是这么思考问题的 这是这种所有制的一个问题 我们举一个台湾03年SARS的例子吧 具体的医院不说了啊 呃03年SARS的时候 台湾很多的私利医院 第一选择是官院 就直接就不开了 我直接就关了 因为一旦我院里接收了一个SARS的病患 这个成本太大了 承担不起这个成本 可能马上就要赔钱了 所以我不做了 第二个呢是一些大医院 明确的打出广告 本院不接收SARS病人 没有SARS病患 请广大市民放心就诊 还趁这个机会 做一波的广告 这也折射出啊 人性是自私的啊 新冠到现在也挺长时间了 很多人性的自私的 大家也比较明白 所以这个私利院啊 打出了我们院不接收SARS病患的话 很多的市民反正很喜欢很高兴 放心的去就诊了 到这里很放心了 但是这些行为 从少数群体来看 有它的必然性 但是从整体来看 对整个社会是不利的啊 而且如果整个社会 对吧 譬如SARS控制不住的话 少数的医院 或者说到这个少数的医院 放心就诊的这些群体 你又能幸免于难吗 显然是不能的 但是这种短视 根本就考虑不这么长远 不仅仅是法国啊 西班牙之前也宣布 进入了战时状态 也将西班牙的这些医院等 公共卫生系统进行了国有化 只不过西班牙这个国有化 目前还是战时的 战时状态解除 它这个国有化呢 也就解除了 但马克龙要讲的这个国有化 有完全不一样啊 不仅仅是马克龙了 包括之前的英国工党的克尔滨 也是主张把这些国际民生的产业 进行国有化的 这里简单说一下 插一下吧 这个英国的选举 克尔滨和鲍里斯 这一次选举的关键的议题 就是脱欧和留欧 双方的具体政策 譬如克尔滨的国有化呀 试对试错并不重要 尽管鲍里斯的保守党 对吧 在他失败之后 攻击他的国有化政策 但是让我看很多的英美 也分析啊 问题都不在这 就是脱欧和留欧 至于其他的具体的政策不重要 而克尔滨呢 之前在留欧的问题上是暧昧的 并不能给留欧人士以决心 所以 这次选举 其实从总票数来说 留欧的票数是多的 但是票权分散了 还有一堆的留欧的小党 能拿票权分散了 我们再回到这个话题啊 从英国也好 法国也好 对吧 包括西班牙也好 来看 这个欧洲啊 再反思一下 他自身制度的原因 也逐渐有这个 往国有化走的趋势 更何况 历史是波浪是前进的吗 曲折性发展的 那么很多呀 这个活种已经种下了 日后往这方面思考的人呢 也会越来越多啊 包括 America 对吧 包括这个桑德斯等等 桑德斯啊 支持者 毕竟还是有一个固定的粉丝群的 从这也就说明什么呀 对吧 公立制度或者是公有制啊 未必是错的 私有制也未必是万能的啊 当然极端的公有制和极端的私有制啊 都不好 都不是一个比较好的制度 还是要有所融合的啊 双方还是要有一个相得益彰的过程的 那么公有和私有吧 要形成一种多元并存的制度 对吧 老讲多元化多元化啊 包括西方也是啊 老讲多元多元 但事实上他们做的都是单极化 并容不下多元 容不下不同的一些东西啊 但事实上呢 这个世界本质还是要多元化对吧 那么市场和计划 公有和私有啊 还是要在各自的领域 发挥着各自的专长啊 发挥着各自的功能 如果这个法国有工资的话 肯定会把马克龙掉起来痛批 又国际民退了 对吧 又抢老百姓的饭碗了 这个非常的有意思啊 也非常的可笑 但过去啊 国内这种声音也非常多 所以也有很多人啊 担心我们之前出台了一个方案 就是扩大 私营医院的范围吧 那么放开了很多的准入门槛啊 有很多人这种担心啊 我个人觉得吧 没有必要担心 还是前面说的 公立和私立还是要并存的 私立要作为公立的一个有效的补充 公立是作为医院的一个主体 其实不只是医疗啊 很多产业都一样 嗯 涉及到国际民生等等这些产业吧 公立作为主体 私立也是要作为一个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的 再加上中国的医疗啊 目前还是要做好分计划 做好分计划 对吧 尤其是很多的大医院啊 大病小病都往大医院用 是不行的 而且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啊 大医院很多有名的 比如三甲医院等等 还是要专心在一些重大疾病上 疑难撒症上 很多呀 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 去诊所啊 去社区医院等等 做好分级 而做好这个分级的话 那诊所啊 社医院啊等等 还是需要私立的 还是需要私营资本过多的进入的 但是公立保证住 它的主体地位 对吧 也是非常重要的 二者都是不能偏碎的 那从马克龙这个角度啊 他目前肯定是要先全部公有化的 尤其是这个大医院要全部公有化的 从这个讲话大概是个意思 怎么说呢 对吧 有点一刀切吧 但是这种时候啊 你不一刀切就不行 如果马克龙跟你讲 有的可以公有化 有的可以不公有化 对吧 公有私有互相应证 那这个就扯不完的皮 尤其是在他前面说的 要反思在这套民主制度下 他哪个要公有啊 哪个要私有 那就扯不完的皮了 那要扯到什么时候啊 最后吧 最后吧 在很长的时间啊 我们这个公有制啊 包括体制啊 被攻击的很严重啊 尤其是10年之前吧 那个时候微博 我一度以为 这要亡国了呀 所以我都注销了微博 我都不上了啊 后来这个香港事件的时候啊 我又重新上了微博了 对吧 啊 那个时候感觉啊 这怎么这个脚样了 变成这个样子了呀 然后就不上微博了 那么从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啊 从西方的这些事情来看吧 对吧 还是能增强一些制度自信的啊 那简单来说一下啊 这个公有企业 对吧 以前老辈子诟病腐败 有腐败啊 不能说一定是正常的现象吧 但也是不可避免的啊 这是人性的问题 可问题来了 对吧 那解决腐败的问题 是把它私有化了 啊 我们就举个铁道吧 铁道铁道部的例子吧 对吧 刘志军腐败的金额 你单独拎出来挺大 但是你看看铁道部的资产规模是多大 你把它私有化之后 首先私有化之后 这个老百姓你能得到吗 你得不到 那么在 更早的历史 大概20多年吧 东北有些企业也 搞过私有化 对吧 那那结果是什么呀 私有化之后吧 那个企业基本还是刘志军的 人家就成私人老板了 不但腐败的金额呀 对吧 是合法的 而且人家合法的收入 是腐败金额的 千倍万倍 你看一下铁道部的资产 那个时候呢 人家成合法收入了 你这不很荒唐吗 所以有腐败问题倒不可怕 有腐败问题你就查腐败吗 查腐败 能查能落马就证明了 这个国有企业 它终于还是国家的 还是人民的吗 因为腐败的问题 把它私有化了 这不终究是得不偿失吗 关于效率的问题呀 不能一概而论啊 国有企业有的效率是不高 但有的也挺高 所以像前面说的 刘志军的铁道部 那你说铁道部的效率高不高呢 从全国这个高铁的建设速度 包括车站呢 包括这个 对吧 服务态度等等 那你说的效率高不高呢 对吧 包括这个电网啊 其实包括网络啊 网络的效率也挺高的 因为国内的网络运营商 基本都是公有的嘛 很多在国外的 在国外的应该更清楚 这些私有的网络运营商 无论在私费上 在服务上 还有在服务范围的广度提供上 未必很好 对吧 甚至没有国内的这些国有 网络运营商提供的更好 那好 这个视频就录完了 最后吧 对吧 通过西方的这些事情啊 能够反过来 来印证一下国内的一些发展思路吧 增强一些制度上的自信 尤其是在公有制上的自信 尤其是对这个民主自由 也没有必要过多的迷信 那好了 这个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下